18空近年冠中北武術金表賽 在10月20號、21號兩天在和米國中武術館起興 來自專官各級學校四百多位選手工場競技 比起9年最多百多位選手參加比賽 比賽當中特別讓人注意的是 其中有一個參加就是今年在印尼基盤的阿豬運動會 在第一名武術當代蔡澤民 蕭酸手在旁邊拍對丹麥陣場 出場的時候全面六個四位的特洛軍 打得有謀有猶豫 打電的彩扮專注看到蕭酸手的表演 其中一位彩扮就是這次的印尼阿豬運動會 武術當代蔡澤民 他全天回來加鄉丹麟財 並記得學弟 然後我就回來幫忙當裁判這樣 然後順便如果看到他們的缺點 然後家長或小朋友來問我的話 就可以剛好告訴他們缺點哪裡 然後哪裡可以更進步這樣 中華館一完小朋友標示 經過很多年武術提供 中華館武術近標賽參賽選手越來越多 可見家長對武術提供越來越重視 也有家長認為武術本代就能夠共心健體 加上加速本身愛叮噹 選到他們的個性去選擇 也有更好還是好的 他們從小半就開始練了 因為有半 有半 然後他們在一起練興趣也都差不多 對 男生比較好動 然後呢 他們整天都是想要一直動一直動 所以我覺得練武術可以強健體魄 然後其實練了武術之後 我覺得抵抗力真的會比較好 比較不太會生病我覺得 目前中華館一完合比 電動高中跟雄明 電動高中四的學校 隆重十二班隊友專班 小文鄉議員標示 希望不及其建戶道理主義 也希望更多社會人數 讓武術跟其他隊友項目更多專注 讓台灣的小孩未來可以在各個隊團店 發功發力 新春華新聞 李明鴻 何美 彩虹報道